狙击手和神枪手有什么区别吗? 看看中国的张陶芳就知道了。 很多人听说过狙击手,也听说过神枪手,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? 事实上,这两者之间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 例如中国抗美人潮时的神枪手张陶芳和苏联的狙击手柳德米拉·帕弗利·勤克就是不一样的。 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? 首先,狙击手两者使用的武器是不一样的,狙击手使用的一定是狙击枪,但是神枪手却不一样的,不枪就可以使用,或者说是有什么就用是吗? 其次,狙击手和神枪手的任务目标不一样,神枪手是见一个就杀一个,射中率高,枪法好,一般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, 但是狙击手不一样,狙击手就是为了狙击特定的有价值的目标,例如敌方军官,车辆等等来推动战争。 另外,狙击手大多是以小组的行事行动的,这也就意味着,安全、伪装、阵地选择、撤离等等缓解都是狙击手自己来解决,但是神枪手都是和大部队一起行动的, 他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,只是枪法比普通士兵好,这两者相比较起来,显然是狙击手的素质要求更高一些,毕竟狙击手的压力还是很大的, 当然了每一位狙击手都是一名神枪手,你怎么看?